第八十三节 老夫相信朝堂上对钱财的看法与老夫同出一辙 差别之处就是有些会经营罢了 李刚急忙说道 玉山元璋离十三位先生也同时点头 他们是从朝堂上出来的自然明白 发了老子的学堂可以早二十年建成 您四位都可以建到大堂或者历史上最庞大的学校 我要找一万名学生找几百位名师 正愁的闲得慌的 现在有事干了 小子这就去筹划 说完就要跑 四位先生慌忙拦住 紧张的全身抖动 似乎拦住的不是云叶 而是一头斑斓猛虎 哎 你 你不能这样做呀 书院还是初创阶段 你就是把学校盖好了 也没有学生 没有老师 那还叫书院吗 李刚的话一下子 浇灭了云叶的万丈雄心 是啊 房子好盖 可是上哪儿去找好的老师呢 去找学生呢 书院只有一百来个学生 就让这几个老头疲于奔命了 那一万个 这在后世只是一所中等规模的学校 在大堂 是不可思议的 我昏了头了 云叶重重的在头上垂凉下 身体仿佛脱力般的瘫坐在地上 老夫知道你想开启民智 这也是老夫等人的毕生信念 客人就那么多 你桌子再大也没用啊 慢慢来吧 会好的 老夫今年七十岁了都不急 你只有十六岁 着什么急啊 欲速则不达 这些日子你有些急躁了 老夫不问你在长安发生了什么事 只想要你平静下来 不要急躁 知道吗 你是我们几个老头子的希望所在啊 老夫从未觉得师教于天下 离我们如此的近 总觉得只有一步之遥 跨过去就是一片光明 你不能冒险 如果需要冒险的话 也是我们几个老头子的事 李刚蹲下来 轻轻抚摸云叶的头顶 话说的是虚幻迷离 他仿佛陶醉在这片希望的云叶中啊 人精神上的大起大落 最是消耗体力 站了几次 才在几位先生的帮助下站稳 小子空有屠龙之计 奈何无处施展 也罢 咱们就缓缓而行吧 小子有些累了 这就回去睡觉 您几位也趁早歇着吧 说完 给几位先生深深的鞠了一躬 然后慢慢回去了 老李啊 你何元相信他会找到足够的钱财来扩解书院呢 十万罐呢 相当于十个上周的赋税了 他不可能做到的 元璋先发话了 他对朝堂默不关心 长安城里发生的事呢 很多都不清楚 老夫对你们说过 这小子用四根铁条 在一日之内捞了一万六千罐的事吗 三人连忙摇头 李刚就把在长安城里发生的事 详详细细的给三位老友讲了一遍 听的三个人是头上直冒烟的 谁能想到云夜会早早的就给诸位大臣挖好了坑呢 用一个简单的不能再简单的办法 从大臣手里卷走了一万六千罐 这还是在众目睽睽之下 让人无话可说呀 这只是第一次 他明显呢 留了后手了 只是不知何时爆发呀 现在呀 只要是这小子的奏折 就会再三的考虑 然后呢 折半供给 哪个不接到他的办事折砸 哪个不就会如临大敌呀 所以说 他可以弄到十万关 你们最好相信 只是不知是谁倒霉呀 四人相视而笑 虽然觉得滑稽 却也心头大胃 有这样一个家伙 书院永远不用担心钱的事 这得多省力呀 他们常于教育人 却不善于招财揽货 而办书院恰恰不能少的就是钱财 书呆子如何能招来财员呢 只能是办一家倒一家 看来老夫东阳河畔的宅子 有些小了 找来高手画的图样也没什么用了 那小子画的图就很好啊 老李 你认为呢 玉山先生似有所悟 问李刚 宅子的事 我们就不要管了 交好书就是了 那小子会弄好的 比你想象的还好啊 下夜的月色格外迷人 云夜坐在窗前 摆出一副犀牛望月的架势 大唐的明月的确比后世的更加明亮些 可以依稀见到上面的环形坑 银色的月光洒满了大地 也照在云夜的脸上 的确是太急躁了 从长安回来 就没有真正的安心的时候 胸中的愤怒 原来从来就没有发泄出去 只是在心里发酵膨胀 如今 开始影响自己的心绪 这不对 这不是自己应该有的情绪不安 他不知道如何处理现在的情况 或许先生知道吧 他活了七十岁了 应该都成精了吧 孤独 郁闷在屋子里蔓延 渐渐的影响到了墙壁 旁边屋子里住的是李克 他现在就十分郁闷 学业上已经不想着 要超过李泰那个超级变态了 无论自己如何努力 总是比他低一头 先生说呀 有些人亲生就会学习 他不需要太努力 就会把学问融会贯通 这是天赋 只是母亲说自己的血统才是最高贵的 融合了两个帝王的血液 无可逼你呀 可在书院 他似乎永远跟不上李泰的步伐 他似乎已经走远了 只把背影给了我 愤愤的推开窗 刚好看到云叶也推开窗 两个同样不爽的人同时哼了一声又关上了窗户 灶热的夜只有蝉鸣 萤火虫晾着肚子在草丛里飞舞 蝙蝠在空中不停的画着八字 无声无息 山上的松涛响起 似催人的战鼓 天边刚刚发白 黄鼠就拎着自己的铁桶来到了东阳河的河边 准备啊 好好的洗个澡 昨夜在床上翻来覆去的睡不好 烙饼一样的熬到了天亮 浑身全是汗水 他不是第一个 而是第三个 前面呢 已经有两个人在一桶桶的往头上浇水 黄鼠准备往下走一点 不打搅贵人 现在他终于明白了 整个书院里全是贵人 所以呢 他就越发的觉得自己卑微 老黄 哎 过来来来 往哪跑啊 就在这洗 不怕被狼给叼走了啊 云叶早就看见了黄鼠 准备呢 和他聊聊 哪想这家伙这一声不吭的就往下游走 哎 就出声喊住他 旁边李克穿着裤头 闷头的浇水一言不八 小克 我是大智难愁啊 心如昆蓬 身如麻雀啊 你天生就是霸王龙 郁闷个什么劲啊 这小屁孩 这几天很不对劲 云叶有些好奇 我是不是很蠢啊 谁说的 比黄鼠强多了 云叶随口一说 黄鼠头点的像急刨石 李克抓狂了 扑上来就要抓云叶 谁不知道在书院 那黄鼠就是愚蠢的代名词啊 现在谁要是干了蠢事都不骂蠢货了 直接给他改名字叫黄鼠了 云叶跑了 李克抓住帮凶的黄鼠踹两脚 这才消气 小克 我知道你在郁闷什么 书院的中考你又书给了李泰 看到他嚣张 在讲台上大吹大雷 心里不舒服吧 这可是少年人正常的 不能再正常的心理啊 我当年跟师父求学 只有我一个 没有对比 所以呢 我是天然的第一名 师父呢 也总是夸我 你知道 鼠中精英 为什么会输给几大豪门吗 云叶觉得 这正是一个改正理课 世界观的好机会 只要把他的骄傲宣泄出来 在某一个领域 用自己的力量达到巅峰 黄泉对他的吸引力 就会大大降低 毕竟 这世界有各种各样的巅峰可攀嘛 人总是对自己拼搏的成绩 充满了自信 是他们既不如人 武姓豪门太强大了 错 是鼠中精英 选错了地方 选错了时间 选错了目标 甚至于呢 选错了目的 他们事先没有准备 事后没有总结 如果有下次啊 依然会输 而且会更惨 你在犯同样的错误 明知阿泰在学问意图上是一个怪胎 你偏偏要在他最得意的范畴与他拼 那不是自己找难受吗 你有你的优点呢 你的优点也是阿泰望尘莫迪的 用短处去比人家的长处 说你是黄鼠 还冤枉你了 李克不说话了 躺在水里 只露出一个脑袋 不知想什么呢 云也才不管呢 少年只要学会思考 就是好事 黄鼠明明知道 有三个人听见了谈话 但是让他受伤的是 只有两个人知道 在说些什么 你现在在书院过得怎么样啊 还想着盗梦这回事吗 云也问坐在河里 往身上聊着水的黄鼠 小的现在没那个心思了 这不 要不是贵人们不和小的一般见识 早就被砍头了 黄鼠有些不好意思 你们这一行 现在行不通 被抓住呢 是迟早的事 被砍头 也是迟早的事 你年纪已经不小了 趁着这个机会 从那个烂泥堂子里爬出来 重新当灰人 不要当鬼了 你的本事啊 用错地方了 在书院好好干 会有用武之力的 小的明白 今天小的休假 准备啊 洗干净了 去新丰市上 看一个人 女人吧 你这模样呢 极有心上人 这得抓住啊 去马厩里牵匹马 早去早回 云业随口安排 现在他对黄鼠 还是比较放心的 自古以来 习得文武艺 卖于帝王家 这是普世原则 黄鼠名声太臭 能卖于书院 这个与皇家 有联系的地方 那就是祖上积德了 日上三竿 黄鼠骑着一匹 枣红色的大马 在池道上飞奔 身上的天青色 树袖袍芙 不时被风吹起 虽说人长得丑啊 这患上书院的行头 却也有几分富贵期 尤其是胯下的早红马 一看呢 就是百里挑一的骏马 不是普通人家 能够拥有的 连日的相思 像把小刀 在不停的切割 那颗火热的心 对于路两旁来往的灾民 视而不见 也现在整日和贵人在一起 有身份的人了 那岂能和往日一般 在扮作流民 做那些龌龊勾当吗 心理上的绝对优越 让他更加急迫的 想要见到那个 卖牢骚的妇人 飞马轻求过心风 我黄鼠不过是要饮一碗牢骚啊 这还不是手到擒来吗 细柳营的柳树 多得烦人 千丝万缕的 扰人视线 跨下的马 似乎理解他的心思 一直在加快马蹄 新风势 终于到了 街市呢 比以往冷清了许多 繁杂的叫卖声 也嘻嘻嘻嘻 大树下的第三家 没有看到 那个风韵的妇人 只有几只麻雀 在地上寻找吃食 店家 那边卖牢骚的摊子 哪儿去了 黄鼠像身边的杂货铺主人打听 哎 遭了灾啊 英娘一个寡妇家家的 没了生意 只好带着女儿 投奔她娘家去了 你与英娘有救 白发店主人 也是个贱谈的 是啊 我以前 常来喝唠叨 不想 今日居然没有了 大事扫兴 某家就好这一口 没喝着 这心里啊 怪不得劲的 打算请英娘 去我家做厨娘 店家 以为如何呀 黄鼠 早就是江湖上的流子 知道不能明问 只好拐个弯 至于把英娘当老婆还是当厨娘 那就是自己的事了 哎 有这好事啊 那英娘 她家就在街市口 也不是富裕人家 啊 您等一等啊 我这就打发店里的小子去喊一声 他们娘俩啊 都快到绝路了 一定会答应您去您家里做厨娘的 店主唠唠叨叨的说了一大堆 喊自家的儿子去找英娘 黄鼠的喜悦 快要从天然盖里冒出来了 事情果然和自己想的一样 英娘是寡妇 至于带着一个孩子 那根本就不叫事 她进门就当爹 有何不好啊 以前做梦都想要个丫头 就怕自己的长相霍霍了孩子 如今呢 婴娘带着一个 天佑我也啊 哎 客官 客官 店主人叫了两声 才把黄鼠从美梦里拉回来 抹去了口水 黄鼠对着店家深深的湿了一里 惹得店家一阵的忙碍 哎 客官为何如此多礼啊 店家很奇怪 没见着他这样的怪人呢 某家在这里 赔礼不为别的 是在下刚刚欺骗了老人家 某家姓黄 明树 啊 就是大树的树 现在 供职于羽山树院 每月历前也有一贯 啊 说不上是大虎人家 却也不愁吃穿 一直未曾娶亲 今年年初 无意中到了此地 不怕您老人家笑话 见了英阳 就走不动道了 就想求亲 刚才的话呀 是拓死了 还请您 见谅啊 黄鼠一辈子 也没有这样 闻邹邹的说过话 一大通话说完呢 就紧张的满头大汗呢 老店家见到黄鼠满头是汗的 就哈哈大笑了起来 一时止不住嘴 黄鼠呢 也排着傻笑 一时让路人侧目啊 都应该咱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